哈喽,大家好,欢迎到KX看股 今天是4月18号2024年,今天马股有小反弹了 大跌了几天,小反弹是很普通的 小反弹是很普通的,因为很多人觉得 现在大跌了一下子,有机会去买便宜股 但是对我来讲,这个还是小跌 你要我栽进去塞浪的话,必须要有更大的跌 我不想我不会玩,我看到有动力股,有机会 模式美,符合我的自动盈利策略 我还会追,但是那时候是追咖啡钱 打油钱,什么啦,午餐钱 我投资那些大的,那些房产股百多巴仙 那些我已经收了,现在我是等大的机会 小机会,我们会继续玩啦,所以不要赚一些打油钱 也好嘛,用自动盈利策略,赚一些打油钱 赚一些这个什么啦 吃饭钱,咖啡钱也ok啦 但是呢,老底那些呢,今期老底,我还会收啦 老底是老底,我们要等三五个月 三五个月,有四三五年 受近期的波动,你也不要太过紧张喔,不要太过紧张喔 除非,真的一下股灾来了,这两天跌了很多 你觉得你很不安心,放一些,不要收这样多 简单喔,不要收这样多,ok,你不安心就不要收这样多 ok,我们看看这个,今天有一点的新闻啦 但是不多啦,我们还是等那个伊中东那边看一下 然后他的发展会怎样啦,ok,暂时还没有整整的 啊,伊斯列还没有做下一步啦,还没有反击啦 所以我们等他会不会反击啦,然后他反击的这个 啊,啊,反击的这个 啊,怎么讲啊,程度有多大啦,反击有多大啦 如果小小的只是给你们秀一秀讲他有反击 ok,啊,如果不是讲很夸张啦,啊,如果很夸张的话呢 啊,你就要小心,然后那些就是,对于我来讲就是更大的机会啦 ok,看每个生命 请注意,本人并非专业交易员或顾问 分享个人的交易过程仅为娱乐目的 本视频中包含的任何意见,报道,研究,分析,价格 或其他信息均为个人观点,并非投资建议 对于应采用视频中的信息直接或间接导致财产或资产的任何损失 本人将不负担任何责任 外汇,指数,股票,期货,商品,能源,贵金属等交易具有高风险 请您投资前妥善研究评估,并请根据您的交易需求寻求专业财务顾问的建议 OK,我们看看国际 OK,马股收价1544上了4.3点,4.3是0.0.282% 所以小小的反弹,新加坡也上了1.084% 香港上了0.825% 韩国大张1.955% 日本上1.0.311% 中国FTSC也有上0.304% 中国SSE上了0.093% 中国SSE上了0.053% 澳洲上了0.408% 台湾上了0.435% NIFT印度掉了0.610% 印度跌,其他的全部OK啦 中国就不是很强,其他的还OK啦 全部有反弹,大部分都有反弹 因为跌了几天 是会有一个小反弹,通常啦 我们看这个欧洲 欧洲英国上了0.277% 德国上了0.085% 没有什么动力 我们看昨晚上大富翁美国 GC跌0.121% NYXE掉了0.061% S&P掉了0.578% NIFT大跌1.146% 所以美国你知道啦 好我跟你讲啊 美国啊,很多股 它的指数很多上升趋势 已经是跌破了啊 你要小心啊 美国指数啦 中油4258慢慢滑溜下来 Brand油也是快滑溜下来 86.65% 这个原油82.02% 所以这个原油它是冲破 它是站不稳85G的 我讲85G储力 对嘛 所以它在85G那边 看它创不稳 看它又跌回下来了 因为现在暂时没有开战的话 油呢 加油价要起是很难 因为美国很多油啊 我跟你讲了啦 美国很多油 除了有战争 中东的这个出油的这个量啊 产油量会被影响啊 这样子就有可能 OPEC的产油量被影响 可能会起 在它还没有 还没有这个还没有发生 然后美国又很多油 所以油要起是非常难 金还是还蛮高 2394 赢28.85 28.50还是OK啦 美金对马币4.7820跌了一点点 比特币跌到61,000了啦 所以我跟你讲啦 52,000是很有可能啦 OK 52,000 所以现在有50到52,000了 OK 多两天就Having了啦 拜六 拜六就Having了 OK 所以我们 啊 这个以太坊是3,02 OK 我们看BUSA OK 今次还54 OK 下午有推上去一点啦 啊 啊 这个下跌股是469 上升股是570 还OK 没有变就是493 没有交易就是832 所以今天啊 有啦 有一点小小的动力推它上去了 哇 所以今天有一点动力推它上去 OK 我们看看这个今天量3.83 BUSA还OK啦 啊 4.3 4.15 4.14 OK 我们看一下 啊 Overall Market 也不是强啦 你看得到的啦 OK 大部分都是红啦 OK 啊 我们看这个 指数 啊 板块 sorry 消费 上了0.31 工业上了0.62 建筑上了0.23 全不是8%啊 科技上了0.4 啊 房产 啊 金融上了0.15 房产掉了0.21 中值掉了0.05 REED上了0.66 能源 掉了0.75 医疗上了0.78 电讯 掉了0.46 运输上了0.2 Utility 哇 大账啦 他这个啊 公益 OK 1.91 OK 我们看看图 啊 KLCI KLCI还在这边横盘啦 还没跌破 还没突破 我们看一下怎么样啦 还没跌破还没突破 所以下一步如果要 要要要要要 要怎么样 要要 要有 机会啊 下一个的机会 继续再追动力股 最好是突破这个1556 如果还跌破这个1530 就不好了 1530就不好了 OK 你看 Ace Market Ace Market 有个小反弹啊 上了0.45% 啊 中盘 中盘 他跌了一轮 有个小反弹啊 他说 他冲上来 他也必须要冲破这个高点啊 如果没有冲破 可能就双顶啊 OK 这个上了0.4% 小盘 小盘也是啊 有一点反弹 就是在这个17233这边啊 这边有点支撑啊 这个奥兽他推回他上去 OK 除非他突破通道 他没有突破通道的话 他看来他也是 但是迟早也要 迟早要下来这个通道底了啊 OK 医疗 有点强 我们看医疗 还OK啊 那天我讲了 他最 最重要他要守得住1933 还有机会了 我说暂时他是守得住1933 但是还有机会了 我们看 看多一下子怎么样了 看多一下子怎么样了 OK 看多一下子啊 然后这个啊 然后这个啊 Utility OK Utility今天 OK又有反弹 OK看来还有 还 也许还有机会了 我们要等了 OK 最重要就是这个了 最重要他必须 突破这个1608 比较重要啊 1608现在 现在他在这边呢 还在这边 暂时他在这一个区啊 啊 在这个区 在这边啊 怎么讲了啊 啊 调了蛮久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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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有大的东西冲下去 接下来有冲一点点啊 但是他没有突破了 我要等他 最重要要等他2%啊 2%啊 可以突破他还有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啊 什么区了 还有一个这个 啊 窗口跑了 OK 要等等了这个 OK 看看 看看 看看Facebook 今天我们的Baboon CEO 也不高兴啊 看到market 早看到早盘啊 早盘不算好 下午还ok了 有一点点 支撑 有一点点这个动力了 OK PIE limit up 啊 PIE拿到新的顾客啦 新 这个啊 大顾客啦 所以新闻事件只讲啦 OK Short by PIE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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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STAR OPSTAR OPSTAR好像我讲了蛮多次的啦 OP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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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嘛 最重要 最好他突破1.27先啊 1.27 1.27 1.27比较好 哦 现在他开始有突破了 OPSTAR长期啦 跟你讲啦 他突破1.27先啊 我讲了蛮多次啦 OK 啊 Dialog 啊 Dialog还要hold Dialog还在上吗 更高的 更高的低更高的高 哦 所以这么好像啊 有什么大问题啊 没有什么大问题啊 这样子 他有双顶这边啊 可能他会有一个回调啦 啊 回调啊 可能他会跌回来1.2.1这边啊 如果你怕回调的话嘞 你怕嘞 你就不要 你就也许等他回调先啊 如果你 因为上面有银行目标很多啦 所以 如果你 你OK的话 你跌破2.1是OK的 没有跌破2.1是OK的 这些近期我已经 讲了咯 Els Els Els我跟你讲了咯 Els我看不到空间咯 那天我有讲咯 那个目标太近了咯 太近了咯 所以我看不到窗口 所以这个没有 突破0.575也是还没有机会啦 所以那些你要 你要 你要 你要回去 看看我上一次的这些分析啦 你看了那个分析 如果真的他分别很大了咯 你就 你就 也许你再问了咯 现在 跟我那天分析是没有分别了咯 是没有分别 还是 还是在那边咯 so 你要自己 所以自己要看 你去看咯 SK Andy 跳水啦 OK 不算跳水啦今天 前两天才是跳水啦 OK 前两天才是插水啦 今天不算啦 哈哈哈哈 people can get 直接笑 等一下看啦 哈 UMC前几天讲了咯 说UMC讲了咯 UMC 啊 Jayson 有种Synergy Synergy OK OK啊 Synergy到目标了咯 哈 啊 Cutton的目标嘛 所以我讲这边咯 有BIDOS信号你要小心咯 看看BIDOS信号有没有出来 但是 还没有啦 哈 这个是套利区啊 不是追进去的机会咯 那我讲了咯 Synergy 有没有Top Channel 有没有 有没有Canner 哇 有都是这样咯 有都是Canner 也这样咯 它也是突破了 也是在通到底咯 所以也不是什么 啊 啊 最好等它回掉先啦 啊 PIE 哈哈 很boring今天啦 啊 Yong Yong Yong睡觉 Murvin Stop doing this 不要这样咯 这个party with snow market waiting Golden在等 David 哈哈哈 哈哈哈 Mr.Bin dosen啦 Still waiting 还在等到老了咯 Patience Gyong 要有这个什么啦 要有这个耐心啊 啊 Boring啊 Tun Jong Sniper 有机会啦 要等啦 At least 睡觉 Rico Rico Rico觉得market有机会上啦 ok Andy Cook Uli Uli 突破了 现在它在调嘛 你看哦 它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 ok 有一个这个 通道 有一个通道 Uli ok Uli 我很久没有讲了 OK Uli 有一个通道 所以它突破这个通道 尤其是它哦 一突破了这个通道 它能做更高的稿 就是这样 1.54 如果它突破1.54 可能 这个有机会 但是它没有东西 它还在下调了 还在下调 所以暂时是没有什么东西 它想突破了 它好像想突破 你再等等看 等等看 最好它 它第一步有了 突破了第一步 但是它排没有很强 最好突破1.54 现在它是有机会突破了 看来它想突破 哦 刚刚这边这边 哦 这边才想突破哦 这个暂时有机会了 你要看啊 socks 穿快 资云 这地方 你再 открыв开 眼 Jug 也不用怕 抹單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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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